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黄春琳 我今天来跟大家分享 2021年辛丑年生肖鼠兔的印诚 2021年生肖鼠兔的朋友 因为胸心是扇门 栽杀 地上 劈头 以及求雨 没有疾心 所以印识上面比较不好 胸多极少 悲喜焦急 恐怕会有暗中的隐忧存在 在工作上面有工作上的阻碍 事业上很容易有患小人 不利于升迁 所以我们要防好作业上的疏失 引来官非 引来小人 这要特别注意 在财印上面呢 因为没有正财 也没有偏财 所以我们不要走投机的 我们不要走赌的 我们更不可以走偏门的 以免损财 以免财来财进 所以我们要加强理财方面的能力 保住我们的财益 另外呢 在健康上面呢 因为精神比较不好 所以我们睡眠一定要充足 我们要养成睡眠的好习惯 精气神强 我们就不容易卡阴邪 我们也避免去商家 或者是墓地 以免卡到阴 另外呢 阴庙 像大伯呀 礼伯呀 这种阴庙我们尽量少去 那当然呢 我们不要到大型医院去探病 以免带人生病 因为有上门跟灾杀的存在 所以我们会有意外 雪光的灾难存在 所以我们不要驾快车 出去旅游 我们要注意安全 囚役跟劈头呢 是劳役之灾 所以会产生官非呀 小人呀 所以我们这时候 我们不要去担保 不可以做违法的事情 过海关 不要跟人家乱提东西 以免有产生官非的事情 当然凶的业份呢 我们生肖属兔的朋友 一定要注意 1月 2月 还有8月 11月 12月 这5个月全部是凶业 那半凶的业份是4月 9月跟10月 这三个业是半凶的 我们要注意一下 避免一些 不必要的一个困扰 包括意外雪光 包括破财的事情 包括换小人的事情的发生 当然我们要注意 发展的方向 我们可以往南走 可以往北走 可以往西走 就避免往东方走 这个要特别注意的 各位朋友 你只要觉得我的这个 讲座蛮好的 请帮我按赞 跟分享出去 我们在每周二 周四 晚上的8点到9点 黄春雨风水 命理规划师的面子式直播 我们有免费的风水讲座 跟免费跟你批算姓名 跟八字 请你锁定我们这个节目 那我今天的分享 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